不过接下来的这家人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从桃园前往花莲游玩的张信游客一家人 昨天晚上要开车要返回市区的民宿途中 因为当时雨是很大视线不好 他们按照了GPS的卫星导航系统找回家的路 没想到车子就这样开进了河堤的便道当中 结果这辆车子被暴涨的溪水给冲走 一家四口三个人紧急逃生获救 不过他们28岁的女儿却被大水给冲走了 冲进吸水的小客车被吊起 车顶上都是树枝杂草 车内满是大水冲进的杂物 16号晚间八点多 到花莲游玩的张信游客一家人 就是开着这辆车要回到民宿 当时外头下着大雨视线不佳 他们依照车上的GPS导航系统行驶 没想到车子开进了河岸便道 被暴涨的河水冲离岸边四百多公尺 那时候水很急嘛 我马上下车嘛 我们跳车然后我就一个上去 另外再救现在这个救不到 一家四口紧急逃生 张太太顺利逃出车外 张先生跳车后拉住儿子和女儿 但女儿没有站稳被大水冲走 事发之后搜救人紧急从现场到下游 搜寻他的踪影 张星一家人因为从桃园到花莲游玩 路况并不熟才依照卫星导航引导前进 没想到发生意外 汽车专家表示卫星导航可能受到天后影响 讯号为弱也可能是没有更新 专家说市面上贩售的导航系统是靠环绕地球的24颗卫星全天后定位 但是还是有5到10公尺的误差 如果以最短路径来导航 有时候会走到偏僻小路造成迷航 所以建议民众出发之前 还是先翻阅地图了解大概路况 如果天后不驾驶 也不要过度依赖GPS 因为讯号很可能会有误差 记者综合报道